我想和記者和朋友簡單描述究竟什麽叫法文 你們見到他們都可以問究竟他們現在自稱法文的定義是什麽 其實這個是有歷史背景 如果大家看回九十年代那時都沒有什麽法文發文 當時是一個民主派 當時單議席單票制每個黨都出來爭議 民協有出 港同盟民主黨那時有出 每個民事都是自己組織的背景出的 沒有一個統一的戰戰 主要是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之後的協調 就逐步有一個共識就是用一個泛民的名義 去參選這個區議會和這個立法會 而泛民就是有一個共同的政綱的 大家記得2003年的政綱就是 2007、2008雙普選 2003年的區議會 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就是 2007、2008雙普選這個是共同的政綱 而2007年的區議會 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就是2012雙普選 這個是大家各個組織透過會議 談了有些個別人事 譬如有些獨立一兩個人 接受這個政綱就會加入這個泛民大家庭 然後大家在那個宣傳方面和在那個綱領方面 這是一個唯一的共同政綱 即民生社會政策大家可以不同 但是關於那個政制方面 這是一個共同的政綱 但是發展到今天 很多人都聲稱自己泛民 譬如你現在這個區議會選舉 有一個泛民的組成 但是我問過那邊的人想拿資料 究竟你今年這個2011區議會選舉 你說有個泛民的協調 究竟有沒有共同政綱呢 我就不太看到 現在好像是一個政治分裝 即是多於一個所謂 基於一個共同政治理念 而成立一個所謂泛民的組織 所以我想一些記者 可能未必了解這個歷史背景 我這裡做一個補充 關於所謂的泛民 即是過去那兩次 特別是2003年的區議會 2007年的區議會 2004年的立法會 和2008年的立法會 當時呢 都有一個的書面明確 還有當特別在立法會 當時大家的共識 就是會一個的捆綁式的投票 即是關於在立法會 特別針對這個基本法 那個附件修訂的時候 是一個捆綁式 按這個政綱投票的 這個背景資料給大家參考 大家有沒有問題 出發的 不出發的 了解 今天 還會有的 我們看到